1 2 3 4 rumors WTO解枕會 WTO解枕會 新春開團啦 最貴最小排行榜出爐 選對國家玩 玩對方法 保證讓你賺很大 出一趟國 到底要存多少錢 又該怎麼花 才不傷荷包 各國達人拳攻略 今晚開始存錢吧 曼谷 因為我們是以住宿來 因為四星級的飯店來評比的 所以它其實這個排行榜 因為我覺得曼谷的住宿 算是蠻便宜的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這個便宜的 然後還有這個全世界最昂貴的旅遊城市 前兩名大家猜一下是哪兩個國家 今天我們來賓都是專家之類的 所以問他們 他們最知道 然後兩位呢 藝人朋友也是很喜歡旅遊的 所以我覺得問大家就知道 所以你們猜猜看第一名第二名是哪裡 我覺得瑞典或瑞士吧 蘇利市 那邊消費本來就比較高一點 肚販會不會也很貴啊 對 其實香港現在也很貴 香港真的很貴 1 2 3 有入榜 紐約 東京 東京有入榜 東京比巴黎貴 對 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好 對所以我們都不相信 那新住民你們 認同這個排行榜 幫我舉一下圈叉牌 這邊是你認同 但這邊有圈也有叉 有些人覺得是 我覺得有道理喔 像凱蒂 你就是認同這個排行榜 最貴那五個城市 我是從來沒有去過的 這樣你都沒去過嗎 這樣厭世啊 可是身為一個美國人 我們連我們美國人都知道 紐約是非常貴的一個地方 凱蒂你沒去過紐約 對啊 我幹嘛去太貴了 你真的要去過 美國人都沒去過 怎麼美國人都沒去過紐約 是家鄉嗎 酷 你有去過巴黎嗎 有 對嘛 就是 巴黎沒有那麼約 沒有 就這個台灣人 沒有去過台北 好像很奇怪 對啊 可是你想想看我住西雅圖 西雅圖離台灣 跟西雅圖離台... 離紐約也... 距離也沒有差多少耶 其實真的 可是像我們離紐約很遠 但我們都有去過紐約 對啊 恭喜你們 你們給你騙 所以你覺得紐約真的... 老西雅圖人比較聰明一些 好不好 對 紐約一定是貴的啊 你看他是川普的家鄉啊 貴不貴呢 所以你就覺得... 你幹嘛這樣講 對 沒別的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是芳怡 你也覺得紐約 算是一個消費很高的地方嗎 超級 我覺得神貴 因為譬如說 像我們在紐約很常走路嘛 那走路的時候會渴 然後你去旁邊那種小攤販買的話 就一瓶大概五六十台幣 然後是那種超小瓶的 然後對 所以之後呢我就學乖了 因為第二天開始 我就先去超市買了一桶 然後呢 辦法把它卡回去飯店 然後呢 之後用那個小瓶子在走 分裝 然後剛剛孟璇 你是不贊成這個排行榜 我不贊成最貴的 因為我記得我十三歲 可能是因為過了很久 但是我十三歲的時候 跟我的家人去看坤 你今天怎麼了 沒有 我去看坤 的時候我們三個人 機票包含住宿 大概 一個人四萬台幣 一個人四萬台幣 去五月啊 去五月啊 沒有沒有 去坎坤 去坎坤 幾天 四萬多 十天 四天 大概兩萬啊 沒有很貴 我覺得其實 如果去義大利的Sardinia 會比去坎坤貴 沒有義大利其實我也很意外 對 義大利沒有很貴啊 有 沒有 義大利都很貴 真的很貴 威尼斯很貴 對 威尼斯而已 但這邊就沒有威尼斯啊 對啊 因為住宿可能沒有那麼貴啊 等一下我們來問問看 第二名的 其實我覺得東京的飯店 如果跟香港比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不貴耶 對 對 對 如果同一個大小 香港的飯店大概五千塊 那就如果在日本的話 大概兩三千塊就可以搞定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買他們 那個貴的地方 如果是飯店來說 真的是奇怪 然後呢另外一個 便宜的話 我覺得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比河內還便宜 我覺得你那個笑容怪怪的耶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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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怪怪的 你的飯店是只有住宿嗎 對 對 健康單純的 對 健康單純的 對 你覺得他有健康單純的 他講的那兩個地方 是特別多那種的 對 對 因為我們非常人通 對 太了解他了 所以他講是很多啊 他講的是 不是應該只有單純的飯店的廢 對啊 他應該是 飯店包含一些服務的 對 對 原來他非常了解 因為他也跟我一模一樣 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幫他推薦 我覺得越南跟菲律平也滿便宜的 真的喔 你說哪一方面 你說也是四星級飯店嗎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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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酷你是贊成這個排行榜 對 法國的小飛很高喔 但是你看倫敦第三名啊 更高啊 我四八歲的時候 我去倫敦學習三個月 我那時候覺得我自己很可憐喔 真的 我在技術家庭 我家裡四中心超遠 一個小小的房間 就可以封一個窗而已 還是要付那個什麼 一萬塊的台幣 一萬塊的台幣 超貴 沒有在四中心耶 不是啊 超遠 要搭起雲大概一個小時 對 哇 一萬塊台幣 一萬塊台幣 所以那時候 我找到一個生前的方式 就是 如果你們去倫敦旅行啊 不在乎吃的 反正那個 英國的食物不好吃嘛 可以去英國的便利商店 晚上都會有那個 快過去的食物打著 真的很便宜 但是問題是 因為是快過去的食物啊 所以賣不要的東西 所以是最不好吃的 像那個 黃瓜 壽司啊 不是 蝦子三明治啊 味道乖乖的 還是可以介紹 還是可以介紹 其實那時候 我是跟我同事 不是找最好吃的餐廳 而是比賽 找 的食物 真的是超便宜 你看就是 壽司 台幣是大概 十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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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期了 應該是過期了吧 有 這個是快過期 還是過期一個禮拜了 沒有... 快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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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塊 可以喔 但好吃嗎 十四塊 十四塊 沒有吃壞肚子就是 對 不要吃壞肚子就好 有一... 有一... 對 你後面 Amy 已經要爆炸了 請說 請說 第一個我就說 我英國料理最好吃的 不是在於去外面買的東西 真的 我們英國人也是說 其實沒有那麼好吃 你去就是很多餐廳 那些人就是還好這樣吃 一定要自己煮 真的 英國人就是每天自己煮 然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去英國路線 有一個做法這樣子 你可以去找箱子裡面 一些酒吧 外面看起來 沒有很漂亮的這樣子 可是裡面 它可能是 阿嬤 阿公 他們摧手 就是有... 就是買一些料理這樣子 給你看一下一些相片 就是像這一種的這樣子 很棒 對 就是要跳到那個很道地的這樣子 可能箱子走路一點點 而且兩個人可以吃四銀飯 然後一個飲料 你可以吃到那個炸魚竹條 而且去酒吧吃炸魚薯條是很好吃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喜歡吃英國的炸魚薯條嗎 太油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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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那個快過期的黃瓜壽 是比你們更多人的 啊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因為炸魚竹條店 你知道嗎 你可以來找我 真的 還不錯 那我就覺得 真的你可以去找那個 那個酒吧的那種 兩個人可以就是 五百 那個四銀飯 大概五百塊 還有drink這樣子 那很便宜 對 那個是有一個drink 可能一個beer 還有一個炸魚竹條 還有一個農事派 是有酒精的飲料嗎 對 酒精的遊樂 很好耶 四百塊便宜 那很便宜 好 所以走到巷子裡面 你會發現很多不一樣的 好 那小潔 我剛剛也是蠻認同馬哥的 我說就是 沒有香港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 因為我公婆他們很愛去 香港旅行 然後我們每次去啊 只有住四星級飯店 其實最少一個晚上 五六千塊跑不掉 就是真的很貴 然後如果你去吃 那種什麼燒辣飯 那也不像台灣這樣 燒辣還有配 有配菜 它只是燒辣跟飯 就要一百五到兩百 而且還要吃很快 對 我就覺得怎麼東西 物價都那麼高 可是我還蠻認同 吉隆坡是便宜的 然後東京 相比之下 真的真的比較貴 因為像在東京 如果你住 兩星級的飯店 你在吉隆坡 可以住到四五星級的 高級飯店 對 而且房間又很大 你心裡會攤很開 對 想攤五個都可以 想攤都可以 對 但是我覺得除了住宿之外 我覺得機票也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要請布萊恩 教我們怎麼樣 可以搶到便宜的機票 其實以大原則來講 其實還是你要有 比較有彈性 當然是可以 航空公司有促銷消息的時候出來 你就要立刻去下手 所以我每天都要上去巡視一下 基本上其實你不用這麼忙 因為會有人這麼忙 就是像我本人 我平常都會搜尋機票 那你如果真的要買到 很厲害很厲害的機票的時候 其實就是航空公司 還有標出價的時候 這樣很難耶 S大是標出價 你們兩個有記憶一下 我跟妳講 以前的話 其實比較沒有人在Focus 這方面的資訊 那現在的話 其實像 比如說像我或是一些部落客 其實有在分享這樣的資訊 那我這邊可以 所以你們都會在你們的那個臉書 或者是部落客說 對 我都會分享 加一下嘛 這樣子 對 像我可以分享 我 像我最近才分享的 我的那個機票 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張是 台北到倫敦 新加坡航空 真的嗎 9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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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航空耶 對 這是標錯的嗎 它是標錯價 萬位嘛 還是來回 萬位 來回 來回 比我分嗎 還是還更便宜 對 那像這一張 這張是台北到米蘭 也是新加坡航空 是這禮拜才發生的 八千七百塊 你怎麼才有才發現 什麼的 所以發現問題都在新加坡 其實像我去年還有分享過一張 就是像這張 它是國泰航空台北飛阿姆斯 一萬五 但是一萬五 一萬五很便宜 但是它厲害的是 它是今年過年前間 商務艙 商務艙 對 商務艙一萬五 那這張機票 從我分享到網路上 到這張機票就是消失 就是被發現之後 大概中間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兩個小時很久耶 所以我才說 你的 你必須是一個 很有彈性的人 你看到這機票的時候 你不能說 我回家跟媽媽討論一下 那不好意思 那沒有那個時間 就先買再說 對 那像剛剛講的 新加坡航空是這禮拜發生的 那它直到票基本上 存了大概有半天之久 半天之久 所以其實很多人有買到 很多人有買到 像這樣的情形 因為其實現在 有一些搜尋引擎的關係 我們可以去利用 所以其實很容易去抓到 這些航空公司的BUG 的Rate 你最喜歡用哪一個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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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很多很多 很多 像我最常使用的 就是Google Flight跟Skyscanner 這兩個 因為它其實都有中文介面 大家也不要去很害怕 這樣 對對對 其實不難 但是它就是要花時間 那我還想再問一個 專業性的問題 哪一個航空公司 最容易有BUG的問題 我還想講 是加坡公司 是加坡公司嗎 是加坡公司嗎 是加坡公司 是加坡公司 其實根據我 根據我自己的 其實不會有哪一家 特別容易發生 但是 動會發生嗎 對 應該說 因為其實票價的變動 很多時候是去人為 去控制的 比如說它可能換一個檔期 它這個票價要去做更改 那以剛剛這張國泰航空的機票來講 其實它是要去做漲價的動作 因為它過年期間 其實它要標11萬元未稅 結果它標成1萬1 少一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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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少一個零 所以航空公司的票價 它是隨市場 包括它的銷售狀況 就做變動 它不會說我1萬塊 從1月1號賣到12月31號 它會說我現在賣得不好 我就便宜一點 我賣得好我就提高價錢 所以它會有變動的時候 變動的時候 就是它有可能出處 所以不一定在哪個月份 或是哪個季節 不一定 不會 不會 所以你隨時就是要去 專注這樣的消息 我們加一個群組吧 對 我們有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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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其實真的 我覺得在旅遊上面 有很多東西需要去確認 而且其實我最近在訂飯店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你直接到那個飯店 會比你在搜尋引擎 搜尋到的還便宜 對不對 地鐵的話 地鐵台灣 就是如果要到一站只有20塊錢 對 那紐約就 太貴了吧 對啊 可以吃好多剛剛酷的那個醬絲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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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我們稱兄道弟嗎 想看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一直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達報名尊線 02-2650-6340 訂飯店的時候我發現 其實你直接到那個飯店去訂 會比你在搜尋引擎搜尋到的還便宜 對 所以當然 因為有抽養嘛 所以它通常價錢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如果可以自己去跟飯店 去做接洽的話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價錢 對 接下來呢 我們請新住民幫我們比較一下 你們國家的旅遊城市 消費大概是多少 台灣平均 這是三星級飯店 平均一個房間就1800嘛 三星級只要1800嗎 對啊 對 對 我也沒去過 南部吧 南部吧 南部 南部 紐約 紐約 哇 這是平均喔 你要便宜一點 你可以一個房間3000塊錢 可是貴的就是8000塊錢之類的 就是那種時代廣場 那個Hilton什麼之類的 就是8000塊錢 很高級的嘛 可是3000你就要好 我考慮看看 3000 所以她的地址 她的地址 還是在百老會啊 或者上西城啊 可是她就是舊的 3000塊錢就 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 可以啦 可以接受 那她還可以 那她還可以 那她可以去一下 能居能生 台灣人嗎 然後地鐵的話 地鐵 台灣 就是如果要到一站 就20塊錢 對 那紐約就 太貴了吧 90塊可以吃好多 剛酷的那個壽司 對啊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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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紐約恐怕 她沒辦法吃得這麼好 因為你看到她的披薩 你看她一個午餐啊 就差不多200塊嘛 那邊你要買一個披薩 就這樣子 一個大披薩 就要 一個人600塊 夢玄不開心 因為她說那不是披薩 沒有 我 然後雨昕 妳之前也有去紐約 妳也覺得貴嗎 其實我認真覺得 如果妳要去旅遊 真的不要做到太好的 因為真的好 因為我之前去 紐約 然後我也是 因為跟姊姊去 然後反正就 反正就跟著姊姊就對了 然後姊姊就 可能就比較嘻花一點 然後就在 10 square旁邊的W 太嘻花了啦 我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根本不知道W是什麼 我只知道 哇 這些飯店好漂亮喔 可是重點是呢 她一個晚上 一個人可能要8千1萬耶 一個人 一個人 可是重點是呢 我們去紐約 你都在逛街 你可能都在 可能去看什麼秀什麼 你根本不是在飯店裡頭 所以 我認真覺得 如果妳要去旅遊 不用做到這麼好 對 對 真的 或者是我覺得 妳可以最後一天再去住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想說 那就放鬆一下 就可以好好在房間裡面 休息可能 就比較舒服一點 我之前有去那個 紐約 大概我坐那個 因為那時候下雨天 叫不到Uber 也叫不到計程車 然後從中校 大概距離只有 從中校復興到 中校敦華 我就是有那種路邊 藍的那種黑頭車 坐這樣子一小段 大概 一千五百塊 台幣 對 對 妳跟他說的 黑頭車 對 黑頭車是一般路人 可以藍的車嗎 因為他們 是有當地的人 跟我們說這個可以 可以叫 因為我們叫不到Uber 又叫不到 藍不到計程車 然後那個 就是他停下來 然後就有那個 就有牌子寫說 可以坐這種車子 然後我們就 坐上去了 就五十五塊美金 超貴的 太誇張了 所以紐約真的不是一般人 能夠吃的 對 接下來 我覺得英國消費 應該也很高 也是很高 其實跟美國很像 所以就是那個房間 房間的一天晚上 可能是五千二台幣 這樣子 那個可能是三星 這樣子 所以我推薦在英國 它有很多B&B 那個Bed and Breakfast 這樣子 那個可能是兩三千塊 當然沒有那麼高級的 可是就是一個 你說對了 一個地方是乾淨可以睡 然後可以吃個早餐 這樣子 所以也可以吵論區那種的 那捷運 你剛剛覺得 美國是很貴 你猜一下英國 你覺得 你們有越貴嗎 英國應該會更貴 沒錯 你們猜一下 一百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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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是英國 我們快吃到義大利麵 但是我可以坐計程車了 真的 對 所以我推薦 你可以在倫敦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買那個奥斯特卡 這樣子 對 那它是好像 我兩個人就上百四耶 真的 不便宜 對 你可以坐公車 那是一個做法這樣子 所以我們 你知道我們一天的那個 旅行卡是多少 因為我們認證有很多不同的認證 一、二、三、三 這樣子 如果你全部的捷運 要用 一天的票是 920 台幣 然後我最近 最近有看那個新聞 台灣是不是有一個月的票 是一千二 對 我看得到 超開心 一十二八零 對 真的很貴 但是那個英國 一、二、六 是九百、九百八一天 這樣子 對 不便宜的這樣子 那還有車 你剛剛說用那個Taxi 如果你用那個Black Cab 那個黑色的 很多我朋友 台灣的朋友說 他們覺得很浪漫的 很好的 可是上廁是一百五台幣這樣子 那就是上廁而已的 起跳 那三、四、五個朋友做的 就是Treat就好了 然後我們是五公里 是一千塊台幣的 我其實還蠻誇張的 五公里 五公里 一千塊我可能還一台 真的很貴的 所以我最近 你不要用那個Black Cab 就好了 你可以用Uber 還是你可以用大電話的 很多飯店可以大電話 就一個Taxi就好了 這樣子 就很貴的 但是走路好 走路 沒錯 腿走斷了 我發現在Uber 這樣很近 你走路覺得 對我花一、兩百塊而已 走路是很好的 而且運動 那剛剛是講的那個 料理就是 對 一個人可以兩百五 這樣子可以吃的 這樣子 真的吃的還OK 這樣子 所以你們地鐵是一百七站 那如果是像公車呢 公車它是 一個Journey是兩銀半 可能是 那個是 台幣可能是九十塊 然後這樣吃 對 也是好貴 對 對 公車十五塊 對啊 對啊 你用油油卡 對不起 那個Oyster卡 它就是一銀半而已的 那個是差一半 可能是十五塊 對啊 台灣不錯耶 做完捷運 在做公車 我們還可以有半價 對 是真的要準備好那個 那個車費 就走路就好了 你說對的 真的 可以看倫敦 就是很漂亮 好 那馬可董你怎麼了 沒有 你嚇到一隻 英國 美國都有嚇到嗎 東京 東京你們第二名耶 東京很貴嘛 我覺得這個 我聽了之後 一點就是 不是東京的 便宜也多 沒有啊 就是東京的話呢 就是我剛講那個 如果三星級左右的話 就大概兩千到兩千五嘛 哪有 哪有 你給我 你給我 對啊 三星級 你幫我對 因為是一般的三五旅館嘛 三星級不算嗎 是喔 那我可能是搞錯意思 對 OK 可是就一般的那種 三五旅館大概是兩千塊左右 一般就是真的是便宜 然後就是大概十五 十五平方公尺那種 還有呢就是倉費 牛肉麵220是太貴了 我覺得 可是我們那個肉很大塊耶 對 那日本的辣麵也是就大概三百嘛 所以我覺得是還好 但是呢 差不多 對 但是呢 然後這個其實 因為這是起調 所以起調的話 其實最近日本是 東京的起調是就降價 降價了 降價到一百 這個現在是這個 大概一百一吧 也可以 對 因為以前是兩百 對 東京起調是兩百一千 是因為東京奧運的關係嗎 2020 對 就是要為了是要促進短距離的利用 但是呢 其實這個要小心一點 如果距離大概超過五公里之後 比以前還貴 所以就是跳得很快 那如果前距離更小心一點 譬如說我 因為我常常回去東京的時候 跟朋友喝酒 那如果晚上呢 就末班車出過 我家在八王子 這個從台北到中壢的距離 是蠻遠的 對 如果坐計程車 大概台灣的話 大概一千二 一千三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就大概 包車 包車 來 四千五 哇 太貴了 那個計程車超貴 對 逐點賣房子 去飯店了 對 所以呢 我超過十二點半之後 我決定就先 住飯店 住飯店你還可以喔 叫外賣 我絕對不要 叫外賣 叫外賣 不是 肚子餓還可以加東西吃 對 你幹嘛這樣子頂著我看 我有一次就直接玩到天亮了 喔 我是針對Makoto而已 對 私下 對 私下也 對 反正是 日本就是 如果搭那個計程車 不要 不要搭那個 長距離 好 韓國的話呢 Hanny 其實韓國 因為我是看 就他們都三星級的 一千八嘛 我是跟這個 差不多 收費的飯店的 韓國價格是 美國 一千 我覺得韓國之數 真的很便宜 因為 我給你們看 你們猜一看它就是 大概多少錢 一萬的 大概 對 很漂亮 五千九 那旁邊還有客廳耶 對 這很大 這個應該要 九 大概五千 八 九千塊吧 可是還有客廳的 應該九千 就是大廳 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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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房間 大廳 但是這個房間 還是算大廳耶 還是大廳 因為它裡面那個 衛浴也很大 這就是 一千四百 真的 這一千四百 牆壁是紙座的嗎 會不會戳洞 就遇到隔壁的鄰居了 聽到聲音而已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因為台灣的話 以前是差不多 這種都比較小小 台北的 對 所以我覺得韓國的 住的其實還是蠻便宜 然後機程車 我是按照機程車費用 台灣是七十五 約定車的話大概九十 的話 韓國是大概八十塊 韓國今天其實蠻便宜 但是 韓國跳表比較快 對 因為他們是兩塊四塊六塊 這樣的一直快 然後食物的話 我是比那個 吃到飽的 台灣麻辣鍋我吃到飽 差不多 我們都吃三九九耶 對 我吃二九九的 你剛剛有嗎 我剛剛 有嗎 有 三九九 三九九 二九九 很想吃七百塊吃到飽 九九九 對 你好高級 沒有啦差不多啦 五九九六九 九九啊 對 五九九 週末的話就加服務費 差不多 對差不多 還有冰淇淋 對 韓國的話大概三 哇 吃那個烤肉吃到飽 這種比如說 吃到飽嗎 對 就你們喜歡吃那種烤肉 對 好看啊 而且更好 在鄉下嗎 沒有 都熟了 熟了 因為一般外國人去的餐廳 都已經很多外國人 所以價格其實很高 但是我們韓國人 平常去的地方 我們其實不會為了吃烤肉 這麼花多錢 對 而且是台灣的火鍋 剛才你們講 大概二十九九 三十九九 但是週末晚上 會差不多七百塊 大概兩百塊 對 韓國是平日跟晚上的價格 差大概 大概六十 台幣六十七十塊而已 對 所以其實韓國吃的 住的其實跟台灣比起來 沒有很貴 可是我覺得 因為這是都是傳統的東西啊 口肉啊 或是那個 跑菜啊 都是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你去韓國 韓國年輕人 都喜歡去那些很 很漂亮的咖啡店 拍照 對 很紅的那種 很紅的東西 這個會超快啊 對 而且裡面東西 超難吃 真的 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但是因為其實 我覺得常常出去旅行 真的不是我們小氣 是因為我們想要把錢 用在每一個地方 但是你卻越小心 越會成為冤大頭 達人們 你們有成為過冤大頭嗎 你說德國人嗎 對 日本人就愛當冤大頭 被人串通 後知後覺 假裝是 又碰到你 然後他帶我去一個觀光景點 然後他會在外面其實等我 你說那個小房間 沒有沒有沒有 他跟那個計程車是 他是川普 你們覺得這是車夫的故事 對 對 達人們 你們有成為過冤大頭嗎 我那時候是去斯里蘭卡 然後那時候 第一天我是要去一個魚市場 然後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有一點迷路 然後又有一個阿伯 他很好心 他來跟我聊天 然後他還帶我去 那隔天我要去一個地方 叫獅子岩 然後我查Google Map 是要轉車轉巴士的 那那個阿伯就跟我說 他是Local的當地 他知道哪裡有直達的車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叫我在這邊等 他去幫我買票 然後我就大概給他四五百塊這樣子 台幣 台幣 然後他就去買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就說我已經幫你買好了 大概十點十分 在這邊等就好了 那那時候我大概就知道說 我被啃了 對 因為我沒有拿到票 我沒有拿到票 然後十點十分我來的時候 果然車子跟阿伯都不在了 不見了 對 就他們五百塊 可能是他們一個月的薪水這樣子 但是那邊已經算是騙子比較少了 你算是運氣蠻差的 對 你以為我 他是好心的 他帶我去一個地方 然後他會在外面其實等我 你說那個小房間 沒有 沒有 他一直期待吃到飽 對 然後就是我出來之後 他是就是那個假裝是 又碰到你 然後他帶我去一個觀光景點 然後結果那個 他跟那個計程車是 他是傳統的 然後他就是騙人 你會覺得這是車夫的故事嗎 真的 是真的 真的 一起來布來了 你有被 有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次其實是去西班牙 然後去西班牙其實那時候 就網路做 因為很早期去 所以做我公會就是西班牙 因為觀光大臣 其實資安就比較差 心裡就有底子 一直都很謹慎 結果那一次 我一直在西班牙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那次轉機回來是在法蘭客服 德國法蘭客服 那對德國印象其實非常好 結果我反而是站在德國 對 這是德國 對 沒有感覺 就是德國 我就只是入境 因為我剛好轉機時間比較長 我就進去吃個中餐而已 然後跟我朋友一起去吃 然後其實一去的時候 他就說你哪裡來 然後就很熱情 什麼台灣你好 然後就很熱情 然後之後就是 然後我們就是點餐的時候 點餐的時候就發現說 比如說我們點小杯的飲料 因為外國人的Size比較大嘛 所以我都會點小杯 那事實上來的Size比較大 就他來一個超級特大杯 那這樣就算了 我們就說沒關係 老闆可能熱情 自動幫我們加到大杯 我們就沒關係 對 但是之後帳單來就發現 跟我們當初點的價差 其實差太多了 但是那時候其實已經要回家了 然後要趕飛機 然後就算了 沒關係 然後因為我們有五個人 然後因為要分攤餐費 所以我們就是 拿了大鈔給他找 但是這就是我們犯錯的最大原因 就是他拿了大鈔之後 他就很開心了 就閃了 對 然後怎麼跟他講他都不回頭 然後直接就走到最深處 然後再次就看不到他的身影 你說德國人嗎 對 在法爾克福 而且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在Google上面去評論一家店家 我就是 我真的太氣了 因為我對德國人 就是印象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的防備心 全部都在西班牙 到德國我就鬆懈了 結果 比一家就中招 德國的自然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好 我朋友他就是把相機 大台的相機 台灣人很喜歡拍照 然後大台相機放在房間的床上 他只是出去別人的房間 五分鐘再回來已經不見了 然後他們說因為就是什麼個資之類的 他們不能夠用攝影機在走廊上 所以飯店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管理 誰叫你自己要放在床上面的 超誇張的 整台相機就不見了 好 所以德國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就要拿 要不然啊 要不然這集他怎麼沒有啦 房儀你有當過冤大頭 對啊 所以我去義大利的時候 然後在廣場會有很多鴿子 然後在你走路上的時候 會有人突然抓你 然後就直接把一把 就是麵包穴還什麼 放在你的手中 那這時候鴿子就會來搶 那你搶完之後你就 剛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直接跟你說 我會覺得說我要四或五歐元 就相當於台幣一百多或兩百 那我剛才想說 我剛才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然後就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如果你不付他錢 他還會就是發脾氣什麼 這強硬的 另外一個是 他們會給你這種 對 這種 那時候我們會勉強班 然後 可是我們的飯飲 如果他們這樣子對我們走 我們就會說 那我叫警察 因為他們都是違法在那邊賣東西 所以你就跟他說 好 那我們去警察 我去叫警察 他們不會跑掉 他就會怕 所以先讓他弄好 然後他說 我叫警察 然後再跟他 然後再跟他 那這樣 接下來我們也去 土耳其 對 應該是土耳其比較便宜的一個國家 你們知道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貴 所以我每次說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伊斯坦埔的 伊斯坦埔 對對對 你們看 大概一千五百塊台幣 可是這種的飯店 兩個人可以一起去 哇 所以一個人大概七百塊台幣 交通費大概台灣一樣二十塊 對 看距離 很遠的話三十四十塊 對 可是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吃的東西 熱炒 對 台灣一盤菜或是炒麵 差不多 一百五 頭吃兩百塊 可是Keybap 可是Keybap Keybap在頭吃的你們知道 這種的一個 頭吃Keybap 這個是兩百塊 旁邊有兩種沙拉 那個是免費的 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一種的醬 番茄 番茄切碎那個醬 好像莎莎醬 還有最後 老闆請你們一杯紅茶 還有我剛剛忘記了 那個飯店的有早餐 免費的 有早餐免費的 在頭吃每個飯店大概有早餐 超便宜的耶 所以頭吃真的很便宜 我剛剛聽到很多國家 我覺得真的好貴 頭吃真的很便宜 難怪你剛剛前半段 都沒有發出聲音 嚇死了 所以其實剛剛這個榜上面 也有巴黎 它是在最貴的第五名 然後詩敏 你去巴黎的時候 你也覺得它的消費很高嗎 其實是真的非常高 而且雖然說看起來 你可以就是可能三千多塊 訂到飯店 但那個飯店大概都是百年旅館 就是蓋的 所以一進去就是非常潮濕 然後有美味 然後房間很小 你心裡也是攤不開的 就大概巴黎的住宿 會是這個狀況 如果你要住飯店的話 然後想要省錢 你就一定訂不到好的飯店 然後出去外面吃飯 大概一餐我們都要抓到 快要一千塊台幣 如果要吃餐廳的話 每一餐都快要一千塊 再吃更好可能兩三千塊 而且巴黎你訂飯店 你上它的網站 看它的照片 跟你實際去 都是騙人的 實際去的時候 我完全是縮小的 所以巴黎真的非常貴 所以巴黎真的非常貴 不是 滿口頭到底去了哪裡 只是做這種事還特替 一個小時一千塊 先拿來抵吃東西 那個兩個人一間房間的那種 等一下 真的是一個小沙發 對 一個小沙發 兩個人一間房間可以去 一個小沙發 兩個人一間房間可以去 為什麼 那麼小沙發也不能做什麼 你一個人說什麼 為什麼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城市邀請你加入WTO檢驗會 趕緊撥打報名跟線02-2650-06-340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要去巴黎的話 不要住在社中心 巴黎的交通很方便我覺得 而且沒有別的城市那麼貴 我問題是看不懂啊 我們 這都是別的 你可以用英... 法國... 法國... 英文用不通 我們來討論一下台灣 你們覺得台灣的旅遊消費 真的有越來越高嗎 幫我舉一下圈叉牌 好貴 好貴喔 每個人每個人都貴 每個人都貴 成貴 圈圈... 穿衣服的感覺 對啊 是什麼那個 有一些北投那邊的 那邊的小湯 一個小時一千塊左右對不對 可以拿來比吃東西啊 什麼 他那個八百塊是可以拿來比吃東西啊 沒有欸 這真的是就單純泡溫泉啊 你是去那個兩個人一間房間的那種 沒有就是 就真的是一個小沙發 對一個小沙發 那種就不能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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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那種就不能抵 那種就不能抵 為什麼 那麼小沙發也不能做什麼 沒有 沒有 你一個人去 你一個人去那邊做什麼 你一個人去不做什麼 太大了 他有多大的空間 你要不要幹嘛那麼大的空間 對啊 還有大公子好了 還好我要講大公子 大公子比較健康 不是 大公子也是 為什麼是什麼 三百四百 因為日本的大公子 是大概一百五 就可以抵很大的 就大公子 而且是男女分開嘛 所以就可以透光光 台灣就是男女一起 然後穿泳衣花三百四百 我真的不划算 那如果不穿泳衣三百四百 你可以因為你是哪裡 如果那個攝影師 又沒有健康衣 如果那個攝影師 又沒有健康衣 如果是男女 然後沒有健康衣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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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哈尼尼呢 我覺得比較 那個貴的是 酒 喝酒 對 喝酒 我會說 你 他同一個東西 不是 不是 他同一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酒 真的可能是 威士氣啊 或是那些酒 紅酒 比我們韓國買的更貴 有嗎 對 那個 那個進口的酒都很貴 而且台灣的習慣是 洋酒的話 因為台灣有洋酒 這些的洋酒 台灣人其實不太會自己的洋酒 對 都會其他牌子的 但是那個 價格我覺得 喔 其實不太便宜 所以我們去外面 比如說喝酒 喝洋的KTV 要是去外面喝酒的時候 洋酒的價格真的很高 而且是韓國燒酒 我們在韓國賣大概 八十塊 七十塊 八十塊買一瓶 但是台灣的話 已經快兩百五 三百塊 那我推薦你可以喝一種東西 叫 對啊 只要一罐 對 很快 很快 而且馬上胃口就變得很臭 這樣 我不想喝了這樣子 這樣只要我一直喝 好 所以也是有便宜的 那接下來凱蒂 最近我聽說很多人 就是 水的 對 對 到底台灣旅遊還有什麼問題 讓大家一口同聲 表示認同呢 WTO WTO 唱歌鬥 俄羅斯很大 我覺得做火車是很棒的經驗 所以我們今天要學一句很有用的 就是我要幾張票去哪裡 俄文怎麼說 我要買 然後幾張票 你可以用筆的 一 二 三 四 如果是一 我們說 如果幾個 然後到哪裡 然後說你的目的地 比方說 然後莫斯科 馬斯克 這樣知道吧 很方便 那接下來凱蒂 最近我聽說很多人 就是去民宿 對 對 尤其是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 他們從小就是 每一年都會去墾丁玩 然後 就是 那變成他們的生活習慣 每一年一定要去的 他們這幾年都不去了 因為民宿 到處都是太貴了 他們花不來 他們就會 花那麼多錢 我 你願意出國 去巴黎島 或是普吉島 會比較好一些 真的民宿 講到住宿 你又有想法 對 我有問 而且他們寫的都很誇張 什麼 地中海啊 愛情浪漫 然後連浴竿也沒有 你又要浴竿 沒有啊 那是浴竿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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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出國旅遊 有一些省錢的妙招 要請大家教教我們 首先方儀 像是我出國之前 如果是你們會去體驗 那種不同的博物館 或什麼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 我會先去看他們的官方網站 然後呢 但是也台灣也有自己這種 就是賣他們一個票 或一整天的 那這種你就可以看比較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在這邊可以先買的話 而且比較便宜的話 又有 因為你是外國人 還有打折 那你先買的話 會比較方便 而且就是也比較省錢 因為我之前去東京迪士尼的時候 然後我的興高採電 特別早上起床 很早就去了 結果 然後我在直接坐地鐵回家 我真的氣死我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票 真的要事先買 會比較好的地鐵 不會有意外 好那布萊恩你呢 其實我是會建議 其實有些 如果你的有些花費是省不了 比如說住宿 比如說機票 那我會建議說 甚至是一些 比如說票券的部分 可以刷卡的話 就盡量去刷卡 因為現在其實信用卡的優惠 有很多種 那如果你 Always想要用現金去付的話 這些優惠 就會損失掉 因為你反正都要花這些錢 就可以集點 所以我就會推薦說 大家可以刷卡 要盡量刷卡 尤其是歐美的地方這樣子 那我還有個問題 因為每次出國刷卡的時候 他們都問我們要台幣還是外幣 我們要選哪一個 盡量都是選外幣 為什麼 因為其實匯率的問題 對 他有的時候是會先轉成美金 再轉成台幣 所以會被吃兩次會差 對 這個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他在系統上的 是這樣去做轉換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 旅遊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事前呢 把功課做好 一定會讓你的旅遊 更加的開心喔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咱們第二姐妹妹 下次見 掰掰